聂未平围棋道场之 小喵小汪 绝围棋 我看见你了 我也看见你了 你怎么只有一个眼睛呀 当然了 海盗的另一个眼睛是假的 孩子们 别光顾着玩 考考你们 什么样的棋型才算是活棋呢 一块棋被包围了之后 有两只或两只以上眼的棋就是活棋 是的 即使这个活棋的定义还不完整 要看这两只眼是真眼或者假眼 眼还有真假之分呀 没错 就像你的海盗一样哦 精灵道场之真眼与假眼 用棋子围住的交叉点就是眼 围住两个或两个以上交叉点的这种也叫大眼 这个是棋盘中间的眼 它有四个眼角 自己的棋能占到三个眼角才是真眼 你们看这儿 是真眼还是假眼呢 选B 假眼 因为白棋只占了一个眼角 而黑棋已经占到两个眼角了 答对了 这里白棋只占一个眼角 另外 这种边上的眼有两个眼角 两个眼角都被自己棋子占上才算真眼 脚上的眼有一个眼角 占到眼角才是真眼 老师 那假眼是什么样呢 看棋盘 黑棋A和B 这里都是中间的眼 A位三个眼角被黑棋占住了 所以是真眼 但是B位的眼角 黑棋只占上了两个 它就是假眼 这种有一只真眼和一只假眼的两眼 是不能活棋的 啊 为什么不能活棋呢 不是两眼活棋 有两个进入点啊 白棋一连 这三颗黑棋就被打吃了 哎 黑棋可以接住呀 嗯 这样一来 整块棋就只剩下一只眼 你觉得黑棋还能活棋吗 哎 那黑棋要是不接住呢 那么白棋提掉黑棋 然后你看 黑棋还是只有一只眼 而没办法活棋 看来 被包围住后 必须要有两只真眼才能活棋呀 是的 我们来练习一下真假眼的判断吧 黑棋现在有两只眼 但是眼角需要保护才能做成真眼 下在哪里呢 这只脚上的眼 眼角在这里 这只边上的眼 眼角在这里 所以 这样可以活棋 对 反过来如果被白棋下在了这里 抢了眼角 脚和边上都变成假眼 黑棋就变成死棋了 画龙点睛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眼的一些概念 一 用若干棋子围住一些交叉点 就可以做成眼 两个以上交叉点是大眼 二 中间的眼有四个眼角 站到了三个 是真眼 边上的眼有两个眼角 都站到才是真眼 脚上的眼只有一个眼角 站上才能做真眼 三 一块棋有两只或两只以上真眼 是活棋 黑白论件 请问白棋这只眼是真眼还是假眼 正确答是A 真眼 请问白棋这只眼是真眼还是假眼 答案是A 真眼 请问白棋这只眼是真眼还是假眼 正确答是B 假眼 黑仙 下在A还是B可以保护眼角 让黑棋做成活棋 正确答是A 下在A可以做活 小朋友们 除了要保护好围棋的眼 也要多休息 保护好自己的明亮的大眼睛哦 我们下集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